这次有三个色,这个是黑,黑色,这个是light blue,再来就是我身上的深蓝色,这个light blue跟我们上两期的那个light blue很接近啊 所以很多顾客都还在找这个light blue的,这两个色其实都是属于深的蓝,就是说这个比起这个来的更深,所以我放这个是浅蓝,然后这个是深蓝,再来这个就是黑色 或是HSJ7,HSJ67价钱一样是72,最小的马是从S开始最大是去的,最大是去到XL跟蜘蛛体的磁马下端了,这一件一样是需要穿L size的,先看它的款式先啊 它这个腰间就不一样啊,它是这样子破开两层来车,在这一边腰间一样是有绑胶的耳朵,两粒扭扣加拉链,OK,两粒扭扣加拉链,后面口袋是functional,然后左右两侧口袋也是functional 因为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款式,前面这边口袋的,然后很多顾客反映说,他们比较prefer左右两侧口袋的,OK,这个就是左右两侧口袋,前面一样是这样子有开叉,下来就属于一个小A的版型,或者是想要找穿这个比较fitted,可是不想太包的,这个很适合,属于一个中高腰,OK,属于一个中高腰,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面料是大弹,有弹性的牛仔面料,属于一个中厚的牛仔面料, 所以整体啊,它穿起来是比较立体,有那个立体感,属于一个微弹啊,OK,只是属于一个微弹啊,不是一种大弹力啊,只是属于一个微弹,对了,长度一样是一个非常大气的长度,整体穿起来,它就属于一个midi length的长度就对了,这一期啊,谁要找牛仔裙呢,强力推荐带走这个款式,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啊,这一件是穿L size的,OK,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这一件是需要穿L size的, S size只有深蓝跟黑啊,OK,浅蓝最小是从M开始,来,牛仔啊,H,S,J,60,跟我的尺码的话是需要L size的啊,我是穿着L,然后我的身高160穿起来是一个七八分的长度啦,OK,之前的没有啦,不要找,所以说,呃,那些,嗯,这一件的L是到80啊,我觉得这个卡的话哦,它,如果你能穿比较高腰啊,它已经算是中高腰啊,中高了,给大家说,呃,我的腰是82,我想带L种,可以, 可以的,就是说,你穿起来会比我现在来的更高腰,多一个2cm是可以啊,裤子可能有些就不能全只是可以,因为只要你穿位位比较高腰,2cm是可以啊,虽然这是说,它这个是属于比较所要的一个款式哦,那我的搭法,我就搭一个小背心,然后我就搭一个,OK,就是说,配了一个是叠穿的一个牛角外套,这两个颜色是蛮搭的,所以说,半区,跟我的尺码需要L size,我是穿着L哈,OK,我这个生蓝啊,OK,要我身上这个色的话是大很多哦, OK,Dark Blue的话是有S到XL哈,基本上它三个色都是属于显瘦的颜色,都是深色,只说这个浅蓝,它会比我身上现在穿的深蓝来的更深,所以我放这个是浅蓝,OK,我身上这个是深蓝,这个是浅蓝,OK,来,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先,你说它对的,这个裙子就是HSJ67,OK, 要这个的话是打HSJ67,记得这个是要打CodeColorSize啊,最小S开始,最大去到XL 是属于A版型啊,A它不会是flare啊,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宽大的,它是属于一个A版的那个裁剪哈 7-6L的话,像我还讲的那种M,你能接受贴身,你可以选个带走M,当然你还是要检查臀部的尺寸哦,如果你不能接受贴身,穿比较高要,你就需要带走L杉就会有点威松,OK,威松 可能你就说穿起来没有这么高腰 会变一个中腰 然后你再细腰带是没有问题 所以说能去上贴身拿 带走M是可以 因为只是一个2cm 这个牛仔第一次有黑色 半裙来讲第一次有黑色 因为比较少牛仔面料 会有这样子黑色的 我身上现在换了黑色 前面口袋是functional的 前面口袋functional 前面拉链加扭扣 后面应该是有口袋 它很特别 它整体穿起来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是因为它的破线一样 你看它这个破线是这样子 斜往前破 所以你整体穿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是小的面积 就对了 会比较小的面积 我身上的黑 只要买了偷偷上帮出来 一样的带走黑色吧 所以说黑色的话 应该是第一次有 之前是我们之前 警惕都没有过黑色 所以说 可是再买蓝色的一些 可以这次也带走黑色 然后这个黑啊 它不是那种solid的黑啊 它就是那种灰黑 灰黑这样子 因为牛仔肤很少 它水洗的 对了 黑啊 就是说不均匀 不规律的 它的颜色 前面有开叉 不用怕说前面开叉太高之类 不会啦 因为这一件橘子的长度 是有在那边 我身上的黑色 然后我先换 Dip 录给你们 啊 我带个like 录给你们看 要的话赶快啊 这件的塑料是很有限 比之前的样更少 OK 这里是不能穿M 穿不到 这里要是78 因为它已经讲的 多个2cm可以 不然的话就再多的话 你一定要拿大部 可以拿小的哈 所以说给那些卡码啊 OK 给那些卡码的话 这个说能接受贴身了 OK 像我现在是穿着L-Site 我的腰是78 我接到80 所以说它空间 因为它有所要 它就不多 OK 2cm是可以 可是那些说 这样子我的腰80的话 我82可以吗 可以的 你这穿比较高了一点点 你看空间就比较大了 看到吗 提高了空间就比较多了 正常的穿法 它捏就是一点点 OK 提高了 空间就会有比较多 所以说 这一个啊 你们能接受贴身 腰跟臀部啊 我建议说腰啦 臀部基本上 不会有穿不到的问题 腰啊 能接受贴身 多个2cm 是可以的 再多的话 你就要拿大 不可以再拿小了 OK 这样子三或者四的话 你必须拿大 可以拿小 来 我那些卡码的啊 如果你穿大一码 那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是穿大了一码 我现在是L-Blue 我是穿着M 因为L-Blue 是没有了S 我穿出来给你们看 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 我现在L-Blue啊 我是穿了M-Size啊 你看啊 这边是比较多空间啦 我现在是穿着M啊 然后这边 一样是有比较多空间 所以如果你穿了微胸的话 可以选择绑抱 所以主播现在穿了M-Blue 它基本上 会好像是中腰的感觉啊 OK 我穿是属于一个正常一点 所以我穿会比较高腰 OK 我穿比主播的content 我会比较高腰 因为跌下去了嘛 我的松了 我会跌下去 所以如果你穿大一码 松的话 你就吸上腰带就好了 它一样是有绑到的耳朵 OK 它一样是有绑到的耳朵 像我讲的 后面口袋Functional OK 你看这个黑啊 它不是那种Solid的黑啊 OK 前面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 前面拉链加点扣 腰间这边 它整体穿起来是非常显瘦 是因为它腰啊 它是这样的大片 这样的破开两层来车的就对OK 扣是HSJ67价钱 是70 非常的优味价 其实这样子的牛仔半裙啊 公价来讲是三位 所以你是外面买啊 对啊 我一早三位数是跑不掉啊 OK 三个人就是说可能129 199都会有啊 因为它这种是牛仔 牛仔确实是它的价位会是比较高 尤其这种水洗 所以说 找着牛仔半裙的不要错过啊 这一期就是这个款 所以上衣还没有错啊 要上衣的话还没有 我身上这一个是浅蓝啦 OK 其实三个色都是属于显瘦的颜色 这一个是浅蓝 OK 这一个是黑色 再来就是深蓝 其实它深蓝和浅蓝是很接近 真的一个表 它属于两个蓝都是属于深的颜色 只是这个看起来会 overall会最深 所以这个我放深蓝 我身上穿的是浅蓝 再来就是黑色OK HSJ67价钱 只是72而已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可是我身上穿的是浅蓝啊 最小是从M开始 那些如果你拿大一码 你不晓得穿起来整体感觉是怎么样的 就是现在我穿着浅蓝的这个效果 因为我是穿着M size 所以是松的OK 如果你卡码松的话 一样系上腰带修好了 这一群牛仔半裙的话 就只有这一个款 之前的梅了OK 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款 是它是左右两次口袋的OK 没有那我就要介绍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上衣OK 上衣的困是 是 喔 好